大家好 天氣開始轉變了 希望你有看我們的氣象預報 從今天早上開始 北方冷空氣就開始南下 東北風增強 而且還伴隨著境外污染物 現在境外污染物已經通過了 大家可以放心 但是中南部還是比較差 這次配合著颱風海鷹 它這個其實原來應該要走了 但是還不走 在那個地方面臨兩難 不知道往哪飛 現在這個水氣接近台灣 北東轉濕冷 請大家注意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要注意保暖 各位可以看這個就是海鷗颱風 經過了好幾天 還在呂宋島這個地方滯留 現在應該會慢慢往 這個呂宋島上邊陸地上接近 不過這樣應該會慢慢的減弱 配合上東北風 要注意是後面 還有這個低壓勞動在發展當中 所以這個禮拜天氣真的會比較精彩 請大家注意 那現在這個北風開始下來 所以配合上水氣 所以東北部淫風面都開始有降雨 這個就是今天早上通過的這個境外污染物 整個從中國南方明顯衝下來 那這個很快就過去了啦 現在已經大致上已經減弱很多 未來這幾天中南部 因為在那個背風面相對比較穩定 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次的降溫呢 連這個長江流域 像上海這個地方都降到 各微數值的溫度 在整個中國他們認為 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已經創下 今年入東的新低溫 台灣不受到太大的影響 冷空氣的邊緣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 預期一波一波的 從極力來冷空氣 在亞洲開始肆虐了 請大家多注意一下 不過現在的整個預測來看的話 到達11月底 要冷空氣影響到台灣的機會 還沒那麼的高 但是如果你到高緯度 你看到了12月初 這個北方都是各位數值的溫度了 請大家就要特別注意氣象報告了 而且這種都會伴隨著降雪 請大家多留意 那台灣很幸運 都在這個邊緣 有降溫 但是應該不會那麼的多 未來這幾天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除了剛剛那個低壓海後之外 還有可能第27號颱風會發展起來 這個目前來看的話 它會比較接近台灣 而且水氣也會比較多 所以未來這幾天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 但是大致上未來這幾天 大概禮拜四禮拜五之前 天氣容易猶豫 北部跟東半部 到週末的時候應該會轉好 接下來都還是東北風影響的天氣 所以大致上這禮拜有一個變數 就是除了海鷗之外還有一個 請大家隨時看我們的氣象 盡量讓朋友知道 不用擔心不用緊張 但是降雨要留意了 東北部迎風面在明天還是容易偶雨的 這個就是要迎風面 還有在宜蘭這個地方 然後中南部都相對的比較穩定 未來這幾天都是如此 但是禮拜四禮拜五 可能就要看27號颱風 鳳凰會不會發展 這個時候就會對我們有一些影響了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